市場觀察Market Watch 網站9月10日刊文 從中國增長期積的結束 房地產泡沫以及COVID-19清零政策等多個角度 介紹了中國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 2008年金融危機後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受到重創 金融部門破產 房地產價格下跌和失業率上升 整個社會和經濟都處於緊張運轉狀態 消費需求更是被削弱 但中國似乎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 從中共官方的數據看 從2008年到2011年 保持每年近百分之十的快速增長 其中地方政府以大量借貸 資助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 在5,75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相當於當時中國GDP的13%的推動之下 藉助政府投入基礎設施項目 並鼓勵向房地產行業提供便利貸款 中國經濟一度令人垂現的快速增長時期 但浮華背後隱藏的是危機 到現在那條路已經走到盡頭 北京無法再對道路、橋樑或其他基礎設施進行有效的投資 報道說 從新平衡中國經濟的做法 從以投資為主導 轉向以國內消費支出為主導 卻遇到政治上的反對 因為現有模式的既得利益集團 阻止了必要的改革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 亞洲經濟專家傑里米·馬克華 西方對中國政策制定者的超級能力 一直有某種羨慕之情 但其實國王沒有著衣 在經濟政策制定中 政治已經優先於其他考慮 中共第20次黨代會將於10月16日開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很可能贏得一個開創性的第三個五年任期 就連堅定的中國經濟樂觀大佬 前摩根士丹尼亞州區前主席 史提芬·羅奇 也在評論會篇《Project Syndicate》上贊文說 對中國經濟陷入了深刻的懷疑 我最大的錯誤 是將習近平思想的後果設置到最低 現任耶魯大學教授的羅奇寫說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 中國的新時代更多的是關於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 同時強調權力、控制和對經濟的意識形態約束 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的增長犧牲才剛開始 房地產泡沫在經濟史上出現過多次 只是中國房地產形成的兆因不同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 邁克爾·佩提斯說給市場觀察 北京當初為試圖刺激經濟活動 而達到不可持續高的GDP增長目標 為房地產行業提供了寬鬆的信貸 這些過去的刺激政策正演變為現在的根本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開發商都是預售尚未建成的房屋 用買家的首期付款跟銀行借貸 然後再利用這些資金購買更多土地 而不是快速地完成承諾的房屋 在認識到房地產泡沫 以及助長其通貨膨脹的債務增長 已經成為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後 北京2020年劃定房地產市場的三條紅線 即是對借貸的新限制政策 大大地限制了房地產開發的信貸管道 這令開發商無法通過借貸來掩蓋現金短缺 導致一些開發商無法完成購房者已經支付的項目 像中國恆大集團那樣的大型房地產開發商 也疲於履行對購房者和貸款人的承諾 房地產行業的壓力嚴重打擊了投機者 8月份中國的房地產價格已經連續11個月下降 前美國財政部官員 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 布拉德·塞斯特在接受市場觀察採訪時表示 鑑於房地產開發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 即使沒有發生金融危機 房地產泡沫破裂也可能對中國經濟構成嚴重的不良影響 塞斯特提醒說房地產投資在中國經濟中所佔的比例比美國大得多 有研究表明中國家庭有70%的儲蓄都壓在房地產中 據彭博社首席經濟學家歐樂英的估計 中國未員工房地產的抵押貸款價值約2,300億美元 佔中國GDP的1.4% 按這個速度推算 到了2024年 未員工房產的抵押貸款價值將會上升到6,320億美元 佔GDP的4%至多 目前已經有更多貸款買房者 抵制償還貸款 他們不願意為開發商已經停止施工的未員工房屋支付抵押貸款 美國智父Marco Polo負責中國經濟研究的宋厚澤表示 因為官方在努力壓制這些抵制償還貸款的活動信息 現在很難知道這些抗議活動的範圍有多大 雖然北京最近宣布向有問題的開發商提供290億美元的貸款 但是這個規模可能不足以解決問題 宋厚澤補充說 中共當局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 他們既想穩定房地產行業 又不想被人認為 如果私企承受風險太大 政府會進行救助 宋厚澤說 目前的刺激計劃 令人感覺當局僅僅是想要蒙運過關 但這種不確定性和不斷下滑的房地產問題 將會持續地影響消費者和企業的信心 以及經濟增長 中國另一個不利因素是嚴苛的COVID-19清零政策 不固定地出現對主要城市的封城 停止絕大多數的生產活動 將居民封閉在家裡 頻繁接受核酸測試等 經濟研究機構 龍舟經訊 Galvan Kodragonomics分析師 埃爾南吹8月份發給客戶的報告中說 只要清零政策仍然存在 消費者將繼續面臨COVID限制措施 反覆帶來的很多不確定性 華爾街日報8月社論的文章說 中國經濟的現狀是中共高層政策造成的後果 在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下 不可預測的大面積封鎖 繼續席捲全國國地 導致消費者的信心 和生產活動出現波動 此外 中共侵蝕香港民主 以及在新疆的種族滅絕政策 令國際社會不遲 皮丘和歐亞集團最近的民意調查都顯示 全球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共持負面看法 從印度到尼利亞和巴西等國的受訪者都表示 他們更喜歡美國扮演領導超級大國的角色 而不是中共自下的中國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林彥中學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的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